大家好,我们在养护朱顶红的时候,除了要保护好它的种球之外呢 其他的一些养护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哪些养护呢 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只需要做好疫情一多一保 朱顶红就能够越养越旺 种球呢也能够越养越壮 那么首先疫情呢就是一定要勤给光 朱顶红是比较喜欢光照的 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啊 尽量的多给光照 除了高温强光直射要适当的遮阴之外呢 其他时候尽量的多给光 这样叶片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 回流养分到这个种球 让这个种球更加的粗壮 第二个人就是要勤施磷甲肥 那么勤施磷肥的是为了让它能够开更多的花 那么勤施甲肥是因为它是这种种球植物 对甲的需求比较高 所以一定要勤施磷甲肥 而勤施磷甲肥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球根专用的有机营养液 专门为朱顶红这种球根植物配置 磷甲含量比较高 非常适合它生长 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这种球根植物营养液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盆土里面多用一些骨粉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机肥 来增加盆土的营养 后期再多追思一点这种高磷甲肥 也就是磷甲钾就可以了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保护好叶片 朱顶红 虽然在养护的过程中叶片很容易搭拉 但是我们一定要尽量的保护叶片 避免叶片腐烂发黄 那么这样在叶片比较犹率 长势旺盛的情况下 它的光合作用才能够得到保障 那么光合作用积累出来的养分 才能够回流到种球上面 那么你的朱顶红的种球 才能够越养越壮 所以养护朱顶红 我们做到勤给光 然后多施磷甲肥 保护好朱顶红的叶片 然后再保证好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然后土壤又适宜它生长 那么你的朱顶红种球 越养越壮 基础的养分多 那么它后期才更容易开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